寒流來襲 而低溫也造成了不少農作物的寒害 其中在產季的屏東蓮霧 是有超過311公頃受損 而種植土鳳梨的花蓮瑞穗香複形村 是重現了鳳梨花凍傷的情況 但這幾波寒流呢 也是有農作物受賄的 像雲林的茂谷乾 整體甜度拉升 品質比往年還要好 來到茂谷乾園 雖然天氣冷嗖嗖 不過雲林斗六農民 卻開心忙著搶收 當地國農表示 近期幾波寒流來襲 茂谷乾卻因為低溫受賄 果實轉色更漂亮 甜度也提升 斗六果樹產銷班說 茂谷乾是溫寒帶的水果 除非是下雪或是冰線 才會造成果實損害 而這幾波寒流 當地低溫大約是維持七度到十度 反而有助於茂谷乾的生長 預估今年 谷坑茂谷乾的品質 會比往年更好 不過相較於茂谷乾 大部分的農作物卻敵不過寒流的侵襲 陸續出現 慘慨 上市花蓮瑞穗香 復興村種植的土鳳梨 燕麥已經乾枯 鳳梨花出現凍傷 鳳梨花是過年民眾喜歡購買的商品 但是夜賣凍傷根本無法販售 農該廠前往探勘之後 統計瘦災面積已經達到了四十五公頃 而農民一公頃的成本要二十多萬 現在更擔心天氣好轉之後 受冬的鳳梨花會持續溃爛 同樣受災嚴重的 還有陣值產季的屏東蓮霧 遇到氣溫奏降 隔日又出太陽 忽冷忽熱的天氣 導致蓮霧出現落果和裂果 受災的面積超過三百一十公頃 損失將近七千萬 不過未來幾天 持發性落果還會陸續顯現 屆時災情可能會再擴大 記者送我到